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望 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的东西都摊在我们的表面上 桌面上 今天呢大家闲着没事走来走去呢 就发现,哎,我今天好像有一样东西 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因为我东西一般都是有家有位置给它的 可是真的久不久就会出现一些 不知道该怎么分类 不知道该怎么放的东西 然后呢我们经常所做的就是摊在桌子上 可能一摊也就忘了,对不对 所以呢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桌子上都是满满的东西 反而有的人经常挂在嘴边说什么 就说我有收拾啊,可是我一收拾我就找不着了 反而摊在桌子上我会找着 这是我经常说的,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 也会和我一样这样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桌子 其实就是我们放我们东西的家 OK,只是凌乱了一点 但是为了我们可以学极简 可以让家里边干净一点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找一个 自己容易寄好寄 可以寄到的地方来存放这些东西 首先一点呢是一定要同类的东西呢 一定要找个固定的地方来放 这样呢你寻找呢就不会 哎呀我放哪了我不知道啊 贵重的东西啦,书啦 总之要根据分类来放 还有一点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手拿的方便度来放啊 如果你马上发现有一些东西 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放的 如果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马上想一个地方 OK,在某一个地方 我要放一个小盒子或者放一个folder来做它的家 这样呢我放在这里填上标签我就知道了 一般呢如果不急的话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着急没有时间做这些事情怎么办呢 我呢在我的桌面上会有一个小盒子 你其实说我们东西放在桌子上可以呀 你可以放在桌子上那也是它的家 但是与其凌乱来放呢 不如放到这个小盒子里边 而这个小盒子呢一定要有限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这个盒子满的时候 你就久不久的 因为你放不下了嘛 所以你就必须要考虑 OK,我这里边装的什么呀 都有什么呀 我应该好好的去检查一下看一下 然后有些东西如果没有归还原位的话 我要把它归还原位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桌面既可以保持平整 我们又可以有一个小盒子来放一些我们随手 不知道放哪放 或者是用了之后很着急 没有来得及放回的东西 可以放在这小盒子里边 但是记住啊 小盒子大小不要超过这么大 OK,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让我们固定的定期的去来清理整理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极简生活了 还有呢很多人都对我所说的 给物品找个家 总是就是不知道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 我呢也看过很多的关于收纳整理的家呀 什么的人家的视频 我大概就发现了几点就是 这个东西啊一定要给它找个小盒 就是每一样东西你最好给它找个小盒来装着 你哪怕站着的folder也是盒状的也可以 因为有与其他说 哎呀我放在抽屉里边 我就全扔抽屉里边也行 但是我发现不如你把这个抽屉一格一格的分开 每一格清清楚楚的放在里面 曾经有个在我不知道在哪一个收纳书里边看到了 这个收纳是就说每一个抽屉根本不应该是整个大面积散开的 它就应该把每一格都隔开 然后每一个类型种类的东西都应该属于它的那一格 那个就是它存放的家 而且呢它因为它不凌乱 所以呢你就会直接会往里放啊什么 除非你的抽屉是非常小的 所以呢那你可能就会啊 我就这一格里边我就放一样东西 我就不放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一格里边你放超过两到三样东西的话 最好就是给它们一个小盒 或者是直接把它们间隔开 像间隔开的东西呢 我们不一定要去购买 像我们平时用的鞋盒啊 什么iPhone盒子啦 很多很多各样各式各样的盒子 我们这种购物狂的人呢 这种盒子是肯定很多的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舍得扔的同时 又不知道该怎么用 而我呢很多我就拿来用 比方说鞋盒或者是iPhone盒 我就把它高度切的都是一样的 把它粘在一起 然后放在抽屉里边 一格一格就像每个东西的家 是不是 然后呢我们去烧瓶的纸袋子也是一样的 这个纸袋子有很多质量是非常好的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就是上面下面折起来 然后大概这么样高度 或者是直接把它剪掉 只剩下下面那一截 其实也是可以的 它虽然有的不够硬挺 但是呢对于一个小的抽屉来说 你把几个盒子都粘贴在一起 就是你几个这个袋子 剪的一样高 然后呢都粘贴在一起 它也是起到一种隔离的作用的 所以也是非常好用的 像我们家里边这么多这种 我们都可以废物利用的 对不对 而且我记得我妈妈最喜欢的 留的是那种container盒 就是外卖盒 以前呢就是container盒呢 妈妈总是不舍得扔存存存 可是它存的来 它又不懂得用 而我们在家里边 完全就可以用这个外卖盒 来装各种各样的小东西 其实对于极简生活呢 我的选择就是 要么就是透明的盒子 要么就是白色的盒子 因为白色的盒子 确实放上去 给人感觉非常干净的感觉 但是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好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透明的东西 透明的东西可以让我一眼望穿 里边我是放的什么 而有的人如果你自己机型非常好 或者是你这个白色盒子外边 贴的这个label非常的清楚 你可以知道你里边放的什么 当然白色盒子要比透明盒子 更加显加干净 更加显加干净 还有的就是呢 如果你说 哎我鞋盒是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的 那你可以买那种双面贴纸 不是双面贴纸 就是那种 像以前我们包书瓶 还有那种就是贴墙的那种墙纸 就是一半有一半是有贴纸的那种的 去买白色的 把它全部都黏起来 如果你喜欢粉红色的 或者喜欢金色的 或者是玫瑰金的 都可以去买那种纸 把它贴起来 贴的漂漂亮亮的 一样可以用的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 不一定是非得要去到那个 就是收纳店 去买一种各种各样的收纳品 或者是盒子隔层的 不需要的 我们家里边其实随手可得 很多很多的用品 可以用在这个分割抽屉呀 或者是收纳小物品啦 所以呢 想把每一件物品 按一个家这个想法 其实是非常非常容易实现的 我想观众朋友 现在马上即刻 你就可以随便去找一个纸盒子 就把你眼前的抽屉 该分割的分割开 笔的分一格 然后你其他的那个 那个小用品分一格 你的那个写note的那个贴纸 分一格 你会发现 你分的越小 越详细 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越舒服 越干净 所以呢 给物品安排一个家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我以前讲过很多次 但是我好像又没有 特别详细的讲解 到底应该怎么样 去给他们安家 可能有的人觉得 我只要把这个东西 这一种类的东西 放在同一个抽屉里边 可能就是给他安一个家了 是你是可以找 但是他始终还是凌乱的 而且你拉开抽屉之后呢 东西晃来晃去 散成一块 始终还是感觉没有办法 organize的 所以其实 当你做这个风格的时候呢 这也是在不停的给你大脑 一种洗脑啊 洗脑 让你呢 对事情的就是整齐度的要求呢 变得越来越高啊 记得以前呢 我一些朋友 我以前呢 有些朋友特别干净 爱整洁 我就说 怎么毛病这么多啊 事这么多啊 多那个什么呀 但是我发现 学了几简之后呢 我觉得我这个人开始也开始变得 怎么事这么多 毛病这么多啊 但是话又说回来 反而呢 就是这种对事物的要求高呢 才是让我们进步的关键啊 所以就说了 好坏是相在一起的 是没有办法分离的 有些时候你学了这个 可能相对而来 就会给你带来一些烦恼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几简和整理呢 始终对我的人生呢 会带来的优点 大过于缺点 所以呢 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啊 不要放弃 几简和整理 现在呢 今天的任务 就是大家开始减纸盒吧 开始减纸盒 来分割你们的抽屉 让你们每一个心爱的物品 都拥有一个适合它 和非常漂亮的家吧 好了 谢谢大家观看 记得帮我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